老板 你不能吃 你不能吃 你干啥呀 我吃个窝头咋啦 你不能吃 我就吃 你这 你听得懂我说的话呀 你不能吃 我就要吃 我不能吃了 你不能吃了吗 你都给我住手 你看看你俩 这都闹成啥样了 那要让外人知道了 还不笑话死在老杨家呀 我干了一天活回来 我要吃个热窝头 那死活都挡着 你啥意思啊 那不有白面馒头吗 你不吃 你非要吃窝头 我窝头又不是给你做的 我给狗做的 你说谁是狗呢 吃个热窝头就是狗了 我告诉你 那馒头是凉的 我就要吃热窝头 我就吃 你给我闭嘴 你给我少说两句 快给我卑猪去 我干了一天的活 他不让我吃热窝头 你也不让我吃 你咋那么偏心啊 卑猪去 我干了 我说早话啊 你说你也是 那荷花饿了 他想吃个热窝头 你咋还不让他吃呢 行了 赶紧做饭吧 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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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怨我 我也是迷不得已 再这么做的 我对不住你 你是一天好狗 你放心 我会把你好好埋了 这是你 你帮着 mine 改一次 depression 你这种事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伙子 李宗盛 李宗盛 娘 咋啦 你咋哭成这样啊 孩子被偷啦 糟糕 咱家大黄死啦 不是都让谁给害死的 娘 你别哭啦 身子重要 大黄死了 你再哭他也活不过来 是不是 你放心 我一会儿到村里去防防 看看是谁害死咱家大黄的 我跟他没完 我的大黄啊 妹子 妹子 小子 咋啦 嫂子 咋啦 快 快进步 慢点 嫂子 慢点 慢点 你坐这 慢点 嫂子 你这是咋啦 头疼 还喘不上气 要不然 找杨曼仙给你看看 没用 我请了个算命先生 算了一下 说呀 今年 狗冲我 这么严重 那身体要紧 咱还是 听算命先生的吧 是啊 嫂子就想请你帮忙 把咱村啊 能弄走的狗 都给它迷晕了 送到别的村去 送别的村 正好 我旧家前两天跟我说 他要两条狗 要不然我送他家去 成 把狗都送他们村去 行 那送不走的打扮啊 那也没两条了吧 那 请上天 请上天 那不行吧 你家租我家的地 租子捡三成 那啥时候去 我想了 得尽快 就今晚上 行 这事得烂肚子了呀 谁都不能说 你放心吧 嫂子 我家发财 成天黑夜地在庄家地里 她就是回来了 我也绝对不跟她说的 行 妹子 嫂子没看错你 你很 嫂子 还有这家的狗 除了这家还有几家呀 还有两家 两家 咱得抓紧了 要把这些狗送到你旧他们村 天亮还得赶回来呢 行 你麻烈点 那我现在就去 行了吧 她吃了没 应该吃了吧 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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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了没 我不敢 那你下楼我踩你 好好好 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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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呢 嫂子 这家没狗 那你不早说 包长 你做怪吧 我家那狗昨晚上还好好的 今天早上一看 死了 你没给她吃啥不赶紧的东西吧 没有啊 包长 包长 我家大黄前个夜里也死了 啥 你家狗也死了 我从小看着她长大的 她死得也太惨了 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糟话 你别难过 别难过 是啊 咱先回家吧 妹子 扶你嫂子先回她 先回家吧 好了 太惨了 别难过了 包长 包长 怎么了 我们家狗不见了 你们家狗也不见了 昨天晚上还好好的 真好 今天早上一醒来看 不见了 包长 你说这是不是出轨了 怎么办了 真是的 那两个狗弄走了吗 放心吧 昨日一早 不就跳个舅舅去 干得好 现在就剩下 杨明葵家那一条恶狗了 我用买了好的药 就赶紧玩了 好 小柯 这也这么长时间了 你们怎么就一点进展都没有呢 明葵啊 这我们哥俩那没日没夜的 跟他们家门口盯着 这这这 天天这鸡一顿饱一顿的 我们这太上心了 可可可他们 哎呦你这这 这个好几天连枕头 都不知道长什么样了 哎哎哎哎哎 醒醒醒啊 嗯嗯嗯 是不是你跟队长说说 是是是 还有 那天要不是因为他废我 早发现线索了 王二雅你怎么赖我呀 怎么不赖你呀 那天你要把那林草花给拦住呢 杨队长 天地良心 你就给我们的任务 我是认认真真的完成 可他呢就知道睡觉 一睡就是异醒 我叫都叫不行 我怎么就知道睡觉了 那我那我不得养什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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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回來了? 你怎麼回來了? 相机倒不可头上来了 迷魂 我拿椅子水 什么 椅子水 快去 来了 嫂子 太吓人了 差点被那狗扔着打死 狗扔着人是 她以为勾带上小鬼子 她就老子天下第一了 敢朝咱开枪 真不是个东西 就是 瞧她能的 咱还不是把她狗给收拾了 就她那样 她再养狗 咱就再给她收拾了 对 绝不放过她 嫂子 我看你好多了 这头是不疼了 头不疼了这个 这气也顺了 还不是得谢谢妹子你吗 跟我客气啥呀 厉哥 咱租 租租租租三成 秦逵 厉害呀 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一手 这哪到哪 想当年 我在国民党当营妇的时候 杨家中孙严旺的大黄牛 死了三天了 让我一副药 逛过来 杨队长 简直太神了 杨队长 你今天跟我上镇上 办点事去吧 是 你在家盯着 行行 把狗给我溜溜啊 咱们这虎子是命大的 受了这么重的伤 你看 现在跟没事一样 恢复得真够快 你这怎么还没好啊 我这也快了 溜了就好了 去吧 溜了去吧 哎 慢点啊 走走走走走 咱俩溜溜去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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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狗怎么还活着呢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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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子 进来 真的 真的 你出大白天活见鬼了 不能啊 会不会好歹要是假的呀 不会 可能药放少了 嫂子 你说既然这大黑狗命不该死 要不然咱就算了 不行 就冲杨敏霏朝前开那两枪 也要收拾了大黑狗 可咱两条腿跑不过他枪子啊 嫂子 咋办啊 嫂子 放心吧 妹子 啥事能难得到嫂子呀 你去看着她家大黑狗 只要她一出门 你就来告诉我 去吧 早花儿 你抓鸡干啥呀 老爷要吃鸡 我给他做去 老爷要吃鸡 老爷这两天不吃饭 就想吃鸡 那你也得跟我说一声 我还得只帮鸡下蛋呢 那你跟老爷说去 是她要吃的 大熊 六股呢 下地下 好 嫂子 嫂子 我看那歪靶子 正遛那条大狗呢 太好了 时间正好 走 走 一会儿我把它引开 你给给我下毒 咋应 一会儿我告诉你 走 一排就完 怎么回事啊 没事啊 受伤了 子弹擦破点皮 这军人受点伤 这不很正常啊 这老天也是不长眼啊 子弹怎么不达准点呢 林枣花 我说你怎么说话呢 我就这么说话怎么着 我告诉你林枣花 你还给我假惦着呢 你让我怎么样 走我死了是不是 竟敢对我一个堂堂的 堂堂个啥 堂堂个二狗子 你 林枣花 你给我记着 早晚有你后悔那天 走 虎子 你说你跟虎子 在家老老实实待着 不就得了吗 你说你瞎拽有什么呀你 够知 你说吧 想活还是想死 林枣 我肯定不想死 我也不想这样 你就放过我这一马吧 都怪我 不混蛋 不我没用 我废物 姐姐行 别打了 表哥也认错了 你骂也骂够了 你还想咋的呀 你让表哥陪着虎子一死 你才点好 死去 死去 那表哥死了 虎子能回来吗 以后小心点不就得了吗 表哥你也是 你明知道虎子是民葵的心头肉 你怎么不好好看呢 表妹 那我溜虎子 那也是妹夫让我去的呀 那我也不知道这样 谁知道 救林枣花 搞乱那么一伙工夫 虎子就死了 我猜呀 肯定是林枣花干的 林枣花干的 没错 就是她 妈 要是她干的我跟你说 雅耳俊肯定回来了 你听说没有 凡是有八路的村子 那狗都快死光了 这八路干啥跟狗过不去呢 这狗一来生人 她就叫唤 一叫唤不就暴露目标了吗 那干脆 咱们把林枣花给逮起来 对 抓住她 顺藤谋官能把这个八路分子 杨耳俊给抓住 那林枣花家的狗也死了呀 她家狗认识杨耳俊 她为什么还要把自己家的狗也弄死 这是苦肉计 障眼法 她把自己家的狗弄死 别人没人怀疑她了 没错 我现在我就逮林枣花就 回来 回来 你有证据吗 你亲眼看见她的狗下毒了呀 我也就是瞎猜的 林枣 我觉得这事不能忙着 咱们都是一个村里住着的 你现在只凭怀疑去招惹林枣花 那咱们怎么跟杨老爷子交代呀 你就为一条狗跟人家讨说法 那村里人也会笑话 睡睡睡 不躲 不躲 那行 赶快吃饭吧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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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着天黑 赶紧把虎子弄了 南岭乱分岗子让埋了吧 队长 这事就这么算了 开玩笑 你能算我 这狗也入土为安了 对得起 杨队长 不过说实话 这狗埋了实在太可惜了 要不然咱把那狗刨出来 好 咱给它炖了 咱给你弄二俩 再给你弄二俩 想什么呢 想什么什么呢 那狗是被毒死的不知道啊 吃完连你们俩一块埋了 我怎就没想到呢 狗肉也有毒啊 就吃点吃 有东西 哪儿啊 偷着就过去了 哪边 那 那 安静 过去看安静 哪儿啊 有吗 看了 没人 算他小子命大 这次回来狗还叫吗 没叫 狗为啥不叫啊 你把村里的狗都解决了 能弄走的我都弄走了 我只好堵死了 干得漂亮 快别说了 我跟鲁云霉啊 去杀杨明葵家的狗 差点被他抓住了 他还冲我们放了两枪 你没伤着你吧 我灵草花是谁啊 就杨明葵那两把刷子 他能伤得着我 好 那狗呢 死了吗 没有 为什么 活见鬼了 他第二天又欢梦乱跳的出来了 这是为啥 我心思着 药房少了 我又买了药 趁歪八子带狗出来溜弯 我呀把歪八子引开 让鲁云霉给他投毒 这回死了 那当然 不过 就是赔了咱家一只老母鸡 下蛋的那只 那我娘不得心疼死啊 可不是 我抓鸡的时候啊 正巧被她撞见了 她问我 你抓鸡干啥呀 我灵机一动 我就说 老爷想喝鸡汤补身子 你娘也没办法 后来啊 我就把那鸡一分为二 一半给老爷补身子 一半拿去毒狗了 你也心疼老母鸡啊 好吃啊 那你贪气干啥 我是犯愁呢 这狗不都解决了 还愁啥呀 我们这次回来是执行任务 找常玉梅通知的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下落 这时间一天天都过去了 这就意味着她活着的希望 在一天天的减少 李连长非常着急 杨团长肯定更着急 你说我能不愁吗 老爷说过 吉人自有天相 这婆娘她是个有福气的人 她自然活得好好的 她是个短命鬼 早就命归西天了 你愁不是白打自个儿啊 你说什么呢 找到她是我们的任务 好 我有空明天帮你找找去 你 咋的 小看我啊 尿尔俊 谁把你带大的 你 狗的事谁给解决的 你 这么难的两件事我都能办成 找个朋友我还能找不着 好 我们都找了这么长时间了 整个这一片全都转了 不是不是 吃吧你 二娘 他们家的后墙 大门都盯了 也没动静 你脑子快 再给想一别的招 这后墙啊 好几天没动静了 我这价值一算哪 今儿他们得送大门出来 站不站吧 握上后墙那儿看看去 盯住了 别 你别给我扔这儿啊 等等我 你这个排长是多大的官 管多少人啊 小官 带二三十人 哪儿最小的官啊 那倒也不是 还有组长 班长 也就管个十来人 那不错的 你管二三十人算大官了 不算大官 真正的大官是团长师长 他们能带几千人几万人打仗吗 几千人几万人 嗯 太厉害了 那他们那么大的官 能娶多少婆娘啊 你说几个 五房 六房 八房 那不会十多房吧 那太厉害了 那太多了呀 不过他们那么大的官 多娶点婆娘也正成 挣得钱多嘛 八路军不像你说的那样 首长不挣钱 实行一夫一妻制 只能娶一个婆娘 不允许娶第二个婆娘 我才不行 我才不行 这是规定 谁违反了规定 撤职 开除 那么大的官 只娶一个婆娘 怪不得非得找到她吗 二条 咱们整天的个样 守着 排大夫说 都得熬趴去 要不这么着 你轮着班儿的帅 我盯上不下 你先帅 怎么样 是啊 可我哪睡得着啊 我这一盒眼哪 满脑子都是这个事 丑死了 这 那也不能跟这儿这么熬啊 一看看 咱俩都跟人灯似的 受不了了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可这两天你也挺累的 站不站吧 今儿你睡 我盯着 我正好我也想想主意 那你哥得精神点 盯住了 放心吧 我根本就睡不着 那我先睡了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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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门一点凉 别动了 你小心点儿 好 放心吧 回去吧 早会儿妹子 穿这么好看干什么呀 干啥去啊 去我大姨家 半年没去了 她都该骂我了 你们忙 我先走了 早花妹子的姨家 是哪村的呀 问那么仔细干啥呀 说去她姨家了 去她姨家呗 洗衣服 问我 问我 去吧 嫂子 给你打听个事 啥事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 长得挺斯文 挺有文化 抱着个孩子 二十出头的女人 没看见过 那个五名屯子 十几户人家 谁家有事 全屯都知道 要不你去别的屯问问吧 好 谢谢嫂子 你去吧 爹 小子 这野鸡汤 她说好喝吗 她说好喝 她都喝光了 那就好 明天呢 我再去打一枝 爹 她说在牙洞里 你别去死了 她想下来溜达溜达 也是啊 一会儿我出去转转 可别让小鬼子给撞上 她下来溜达的时候啊 你把她看好了啊 不要让她跑喽 常姐姐 常姐姐 阿爹说她同意你下来溜达 不过她还说了 她说叫你溜达的时候 让她看着点你 看着我干什么 不知道 反正阿爹是这么跟她说的 下去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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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小夜 距距距弯弯兮悠长 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西场的小路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一条小路区区弯弯兮悠长 一只通往迷雾的远方 一只通往迷雾的远方 我摇沿着这条西场的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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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我今天跑了两个村子 也没发现你说的那个什么 有孩子 长相文静清秀 又有文化的女人 你们手掌的爱人真那么好看啊 问你话呢 没你好看 还不行 我又没有文化 年纪又大 有啥好 在我眼里边啊 你最好看 少有嘴话舍的 明天我再带你去唐鱼沟附近看看 好 我走了 我走了 北洋驼找过了吗 我去过了 东山岗呢 那还有人家住呢 没有 那看看去 好 滚蛋 滚蛋 你得把黄军带到什么的地方了 太军 女马路就在这山里边 你放心 咱肯定能带着她 你得前面的搜索 我得 这里休息 是是是 你哪儿休息 我去搜索啊 那边有户人家 问问去 好 爹 有俩人 韩子 别怕啊 好 你们是 大爷 您有没有见到一个抱着孩子的 这么高 长得挺文静 挺有文化的 短头发的 一个女人 我们这儿啊 长年就没有外人来过呀 大爷 您在山里转悠的时候 有没有见到 这样一个女人啊 我们这儿啊 没 没来过什么女人 大爷 我们爬了半天山了 都渴了 要碗水喝呗 这 这屋里有脏有乱的 没事 好 好 来 来 来 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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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碧云 你们家 见不见过一女八路 别说女人了 那个男人也没见过呀 你在这儿说什么呢 老头不是男人的 不 碧云 碧云 我说错了 说错了 你是男人 大男人 大男人 以后说话利索点 得亏碰上我了 要不然 崩子你们了 不是 您 您是 您是大善人 大善人啊 不是 老头 你们家 这大白仙关什么门呢 不是 他这个屋里 给我闪开 再废话 崩子你们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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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救我 救我 我在这儿 我叫小玉玫 救我 我是八路警 我在这儿 爸 别 别怕啊 赶快啊 把他弄到后山去喂狼 省点惹麻烦 爹 爹 我 爹 我怕 别怕 别怕 爹跟你一起去啊 我给你打了水 一会儿敲敲身子 好 好 我还在呢 你在咋了 你说我婆娘 我是你男人 你还不能看啊 害羞了啊 谁害羞了 你身上的疤是咋回事啊